施舍钱财 周济贫穷 他的人意存到永远 那赐种给撒种的 赐粮给人吃的 必多多加给你们种地的种子 又增添你们人意的果子 叫你们凡事富足 可以多多施舍 就借着我们使感谢归于神 因为办这供给的事 不但补圣徒的缺乏 而且叫许多人越发感谢神 他们从这供给的事上得了凭据 知道你们承认基督 顺服他的福音 多多的捐钱给他们和众人 便将荣耀归于神 他们也因神极大的恩赐 显在你们心里 就切切地想念你们 为你们祈祷 感谢神 因他有说不尽的恩赐 哥林多后书第十章 我保罗 就是与你们见面的时候 是谦卑的 不在你们那里的时候 向你们是勇敢的 如今亲自借着基督的温柔 和平劝你们 有人以为我是凭着血气行事 我也以为必须用勇敢带这等人 求你们不要叫我在你们那里有这样的勇敢 因为我们虽然在血气中行事 却不凭着 却不凭着血气征战 我们征战的兵器 本不是属血气的 乃是在神面前有能力 可以攻破坚固的盈磊 将各样的计谋 各样拦阻人认识神的那些自高之士 一概攻破了 又将人所有的心意夺回 使他都顺服基督 并且我已经预备好了 当你们十分顺服的时候 要责罚那一切不顺服的人 你们是看眼前的吗 倘若有人自信是属基督的 他要再想想 他如何属基督 我们也是如何属基督的 主赐给我们权柄 是要造就你们 并不是要败坏你们 我就是为着权柄稍微夸口 也不至于惭愧 我说这话 免得你们以为我写信 是要威吓你们 因为有人说 他的信又沉重又厉害 即至见面却是气貌不扬 言语粗俗的 这等人当想 我们不在那里的时候 信上的言语如何 见面的时候 形式也必如何 因为我们不敢将自己 和那自见的人同列相比 他们用自己度量自己 用自己比较自己 乃是不通达的 我们不愿意 分外夸口 只要照神所量给我们的界限 够到你们那里 我们并非过了自己的界限 好像够不到你们那里 因为我们早到你们那里 传了基督的福音 我们不仗着别人 所劳碌的分外夸口 但指望你们 信心增长的时候 所量给我们的界限 就可以因着你们更加开展 得以将福音传到你们以外的地方 并不是在别人界限之内 借着他现成的使夸口 但夸口的 当指着主夸口 因为蒙悦纳的 不是自己称许的 乃是主所称许的 但愿你们宽容我这一点欲望 其实 你们原是宽容我的 我为你们起的愤恨 原是神那样的愤恨 因为我曾把你们许配一个丈夫 要把你们如同贞洁的童女 献给基督 我只怕你们的心 或偏于邪 失去那向基督所存 纯衣清洁的心 就像蛇用诡诈 诱惑了夏娃一样 假如有人来另传一个耶稣 不是我们所传过的 或者你们另守一个灵 不是你们所受过的 或者另得一个福音 不是你们所得过的 你们容让他也就罢了 但我想 我一点不在那些最大的使徒以下 我的言语虽然粗俗 我的知识却不粗俗 这是我们在凡事上 向你们众人显明出来的 我因为白白传神的福音给你们 就自居卑微 叫你们高声 这算是我犯罪吗 我亏负了别的教会 向他们取了公价 来给你们效力 我在你们那里缺乏的时候 并没有累着你们一个人 因我所缺乏的 那从马其顿来的弟兄们 都补足了 我向来凡事紧守 后来也必经守 总不至于累着你们 既有基督的诚实在我里面 就无人能在亚干亚一带地方阻挡我这自夸 为什么呢 是因为我不爱你们吗 这由神知道 我现在所做的 后来还要做 为要断绝那些寻机会人的机会 使他们在所夸的世上 也不过与我们一样 那等人是假使徒 行事诡诈 装作基督使徒的模样 这也不足为怪 因为连撒旦也装作光明的天使 所以 他的差异 若装作仁义的差异 也不算稀奇 他们的结局 必然照着他们的行为 我再说 人不可把我看作愚望的 纵然如此 也要把我当作愚望人接纳 叫我可以略略自夸 我说的话不是奉主命说的 乃是向愚望人放胆自夸 既有好些人凭着血气自夸 我也要自夸了 你们既是精明人 就能甘心忍耐愚望人 假若有人抢你们做奴仆 或侵吞你们 或掳掠你们 或捂漫你们 或打你们的脸 你们都能忍耐他 我说这话是羞辱自己 好像我们从前是软弱的 然而 人在和事上勇敢 我说句愚望话 我也勇敢 他们是西伯来人吗 我也是 他们是以色列人吗 我也是 他们是亚伯拉罕的后裔吗 我也是 他们是基督的仆人吗 我说句狂话 我更是 我比他们多受劳苦 多下监牢 受鞭打是过重的 冒死是屡次有的 被犹太人颠打五次 每次四十 减去一下 被棍打了三次 被石头打了一次 遇着船坏三次 一昼一夜在深海里 又屡次行远路 遭江河的危险 盗贼的危险 同族的危险 外邦人的危险 城里的危险 旷野的危险 海中的危险 假弟兄的危险 受劳碌 受困苦 多次不得睡 又饥又渴 多次不得食 受寒冷 赤身露体 除了这外面的事 还有为众教会挂心的事 天天压在我身上 有谁软弱 我不软弱呢 有谁跌倒 我不焦急呢 我若必须自夸 就夸那关乎 我软弱的事便了 那永远可称颂之主 耶稣的父神 知道我不说谎 在大马士革 亚里达王手下的提督 把守大马士革城 要捉拿我 我就从窗户中 在筐子里 从城墙上被人坠下去 脱离了他的手 哥林多后书第十二章 我自夸固然无异 但我是不得已的 如今我要说到主的显现和启示 我认得一个在基督里的人 他前十四年被提到第三层天上去 或在身内我不知道 或在身外我也不知道 只有神知道 我认得这人 或在身内或在身外 我都不知道 只有神知道 他被提到乐园里 听见隐秘的言语 是人不可说的 为这人我要夸口 但是为我自己 除了我的软弱以外 我并不夸口 我就是愿意夸口 也不算狂 因为我必说实话 只是我禁止不说 恐怕有人把我看高了 过于他在我身上 所看见所听见的 又恐怕我 因所得的启示甚大 就过于自高 所以有一根刺 夹在我肉体上 就是撒旦的差役 要攻击我 免得我过于自高 为这事 我三次求过主 叫这次离开我 他对我说 我的恩典够你用的 因为我的能力 是在人的软弱上 显得完全 所以我更喜欢夸自己的软弱 好叫基督的能力 复辟我 我为基督的缘故 就以软弱 凌辱 急难 逼迫 困苦 为可喜乐的 因我什么时候软弱 什么时候就刚强了 我成了愚妄人 是被你们强逼的 我本该被你们称许才是 我虽算不了什么 却没有一件事 在那些最大的使徒以下 我在你们中间 用百般的忍耐 借着神机 骑士 异能 显出使徒的凭据来 除了我不累着你们这一件事 你们还有什么事 不及别的教会呢 这不公之处 求你们饶恕我吧 如今 我打算第三次到你们那里去 也必不累着你们 因我所求的是你们 不是你们的财物 儿女不该为父母积财 父母该为儿女积财 我也甘心乐意 为你们的灵魂废财废力 难道我越发爱你们 就越发少得你们的爱吗 罢了 我自己并没有累着你们 你们却有人说我是鬼诈 用心计牢笼你们 我所拆到你们那里去的人 我借着他们一个人 占过你们的便宜吗 我劝了提多到你们那里去 又拆那位兄弟与他同去 提多占过你们的便宜吗 我们行事 不同是一个心灵吗 不同是一个教宗吗 你们到如今 还想我们是向你们分诉 我们本是在基督里 当神面前说